好 主播 各位观众 随着本土确诊个案的增加 那么儿童染疫的人数 也随之的逐渐上升当中 有不少家长都很担心 因为小朋友出现状况的话 可能又要去急诊室 人急诊 因此台北市在今天 特别是营运 事办了儿童门诊 那么主要是针对 十八岁以下的小朋友 今天在台北市的 傅用院区的二栋大楼门口空地 就来开设儿童的门诊 那么对象是包含 如果您有出现以下症状 像是发烧或者是居家隔离期间 有出现相关的症状 或者是曾经接触到确诊者 以及小朋友有新发生的 呼吸道症状 咳嗽 喉咙痛 鼻塞 流鼻水等等 都可以来多加利用 今天的儿童防疫门诊 那么在台北市 儿童防疫门诊今天是营运 将从上午八点一路开放到晚间八点 那么在一早呢 其实就有超过十组的家长 是带着小朋友 马上来到这边来排队来挂号 其实现场是可以来到这边 直接登记的 所以有需求的家长们 也可以请您多加利用 今天开的儿童防疫门诊 另外在现场 可能会有排队群居的情形发生 也提醒您要做好自我防复 以上是文明长 问到现场情况 现在直接进头交换 彭内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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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